2021年11月22日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 随着气温的下降 我们将离开桂林市区 接着前往桂林市阳朔县 从桂林的林桂区到阳朔县 全程大约有75公里 要行驶一小时45分钟 出了桂林市区 沿梨江水一路往南 就进入了连绵的群山之中 随着一路的细雨落下 道路旁的农田 变为了成片的橘子树 世人皆知 桂林山水甲天下 却不知此地 还是我国重要的甘菊产地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杨寿县 更是甘菊种植大县 全县70%的农民 靠种植金菊 蜜糖菊 沃干等发家致富 中午大约12点钟 我们抵达阳朔县的第一站 星平古镇 我刚到这个星平古镇 就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叔叔 跟我说他那边能停车 因为之前做攻略的时候 直到这附近不好停车 基本上就没有免费的停车场 然后他说的那个地方 说是他们家的店子 开饭店的也可以停车 然后就在那个 20块人民币那个地方 所以咱们现在呢就跟着他去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待会再出来 我去啊 这是倒到哪了呀 这都是 进村了啊 这个路特别难走 该不会被坑了吧 先看一下啊 反正我还没给钱 跟着那个大叔 一直走到了河边啊 就在这待着 马路边也要收费 他刚开始跟我说要40块钱 说了半天 最后说了3024个小时过夜的啊 然后 这底下就是黎江啊 那个位置就是20块人民币背面的位置 待会咱们去看一下 到了20块人民币 要买个电器 所以这个三 现在已经是 不管了先去吃饭啊 这会儿已经是中午12点钟了 因为我知道呢 这附近是没有免费停车的地方 所以掏点钱的话 省了咱们麻烦 下雨了呀 这也是刚刚那个大叔 他们自己家开的饭店 农家乐 这边特产的美食呢 有两种啊 一种是竹筒鸡 那个竹筒鸡呢 大概是168块钱一只 还有一种呢 是啤酒鱼 啤酒鱼呢 价格是 根据鱼的品种不同啊 48块钱到 780块钱一斤 不等 我点了一条小一点的啤酒鱼 我忘记是什么鱼了 反正是68块钱一斤啊 点了一条一斤多的 咱们今天呢 就在这吃了 来了 这一条鱼呢 是68一斤啊 有个一斤八两的样子 然后 这个青菜呢 应该是20块钱左右 这一餐大概是150块钱 啤酒鱼 是杨朔当地 有名的地方特色 一般采用 梨江所产的草鱼 或鲤鱼为主材料 放入桂林当地产的啤酒鸿焖 再加入西红柿 青椒等食材调味 做出的鱼肉鲜辣可口 没有鱼腥 这道菜也是广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我在家呢 其实一般是不怎么吃鱼的 今天 点这么大一条鱼 主要是 也是为了拍给你们看 但是这个鱼呢 确实味道不错的 没有一点腥味啊 而且 鱼刺很少 香辣口味 稍微带一点番茄的酸 嘿 抬头看看呀 嘿 抬头看看呀 吃完饭之后 带大家一起来领略 这片冠绝天下的桂林山水 我们眼前的这条江 便是梨江 梨江全长164公里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梨江是西江的滞留 而西江则是大名鼎鼎的珠江干流 所谓桂林山水假天下 阳朔山水假桂林 这里所说的山水 便是梨江所在的阳朔县河段 河流两岸多为严容地貌 其风怪痴连绵不绝 而山脚下的梨江水 水质清澈 泥沙亮小 再加上此地雨水丰富 年平均气温高 周边的崇山峻岭 四季长青 植被繁茂 种种的条件融合之下 便形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一幅幅 恰如仙境的山水画卷 而我们当前所在的阳朔县 星平古镇 就更是阳朔山水的精华所在 这里也是20元人民币 背面风景的原型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 国内外游客 前来打卡 我是冬瓜 正和小伙伴一起自驾广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 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